今天天气阴阴的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雨 法国北部的天气就不是非常的晴朗 但是前一个星期我们在巴黎的时候 真的就热成狗了 因为家里也没有空调 然后电扇也不是很起作用 如果开了窗户呢就蚊子很多 但是不开窗户呢 就是空气又不是很流通 而且还非常的热 所以我觉得黎尔也很好 起码它不热啊 大家现在都穿的还是风衣的那种 就不用穿短袖 我们今天还是要去那个百年的那个老店 里尔排名第一的甜点店去吃甜品 我们刚刚预约了一下 因为这家甜品店很火 如果没有预约你应该是要排队的 这个老城就是有很多十字路 这个老城就是有很多十字路 就这儿呢 就是这家 这家是Mate 这是应该有人排队的 这是应该有人排队的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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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这个是什么口味的啊 你看这就是他们店的标志 就是这个形状 还有他们的纸巾 然后他们这个是建立在1677年 所以是差不多有300年的老店了 我们还点了一个辣 哇 好漂亮哦 因为他们家呢 产品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都做的非常的精致 而且口感味道超级超级好 哇我想先吃一口风机灵 很可爱的大叔在给我们打招呼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山河朝的口味 特别好 有像栗子 有蒸人有蒸籽和栗子 还有那个栗子 它有点像慕斯的口感 我这个 非常的绵密 我这个蛋糕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甜的很绵 它就是那种很纯的可可豆沙里 就是有一点像很苦的那种 像75%那种可可 它里面有夹心的有这种的 中间也是一个小饼干 巧克力的饼干 这家店的价格其实不便宜 蛮贵的 但是人家是百年的老店 然后它算网红吗 我觉得也算吧 本地人非常爱来这家店 不知道贵是这家店 没有任何缺点除了贵 因为太好吃了这家店 简直 不错一块 整个不可调剔 它里面的料都是自己做的 对 都是家做的比方 是的 这种原料做的比方 对 他们家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正常做的 太好吃了 他们家的特点就是 装修的也很进步 就特别像那种公平风的 以前的那样子的 然后呢 口味味道特别棒 然后第三个就是贵 然后第四就是人多 然后每次都要排队 因为我们这次是以前就是预约了 所以还好 但如果没有预约 你经常排20分钟 30分钟也是有可能 好吃 逢年过节排阶段时间更长 对 如果是逢年过节 他们家的蛋糕特别受欢迎 很好吃 好好吃 来里亚一定要吃 有一家店 就是这家店 我们点了三样 一共是22块3毛 还是蛮贵的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угivi jamais